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可能因为假日关系啦 或是说因为他们也做了一些专辑的关系 我们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或是说很棒的企划会来不及谈 所以呢一段时间我们会把一些 拉回来还不错的 对把它拉回来 那这一次的话 云冲是从四期 四期里面去找出四个蛮重要的话题 我们在当期的时候呢 都来不及把它谈到 但事实上呢 对于我们得到的一些 整个的世界当中值得关心的话题来说 是还蛮重要的啦 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的聊一聊 首先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水资源 对 我这一期选了四篇很长的文章 四篇都很长 那分别散落在四期不同的 经济学人杂志的 international的栏目 其实每一期的经济学人 我最喜欢就是international这个栏目 这样子嘛 因为它常常比较是全球性 共通的问题啊 现象 不过我们因为新闻的关系 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谈到 我都会尽量谈 但都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 但我发现累积的这几个题目 都蛮重要的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世界性的东西 我觉得它都比较是一种趋势性 它背后都有很多 很厚的东西在那里 然后在眼前 你都觉得它没那么及时嘛 好像你现在不知道 你也不会现在就死掉 之类的东西 对没错 但是事实上它确实不断在发生中 没错 我们接下来谈这个 第一个题目叫水资源 这是在3月2号的这一期 大家有兴趣去找来看 就是很典型 你刚刚讲的这个状况 就是一般人讲到水资源 很多人无感的 无感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我们平常正常的情况下 觉得水开了就有 而且总觉得 雨水每天都有啊 河啊 河水啊 也很多啊 河川啊 大海 大海有很多水 不是海水可以淡化吗 但不是 其实在台湾每一年的春天 尤其是东转春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 有缺水的危机 那一般人呢 生活当中 可能会有点焦虑 更严重的是竹科 跟南科 尤其是竹科 宝山水库 所以呢 但是通常呢 焦虑一段时间之后 只要来了一阵 当年 只要不要是空梅 来一阵春雨 大家就会忘记这个问题 一天都没做 所以它并不是不重要 也不是说没有感觉过 只是说啊 讯息才太多了 那个感觉很快就 就过了 就烟消云散了 就不觉得那是 多么急迫的事情 但这一集 呃 地球表面 带多多少水 70%被水覆盖 因为水多得很 谁说没水 经济学人说 错了 这是一个 严重的误解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 这70%的 海水 对 97.5% 97.5%是海水 不能喝 不能直接喝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97.5之外 有1.75% 是什么 冰山 散落在两极 那也不能喝 那是冰块怎么喝 OK 就算融化 也跑到海里去 再来第三 所以剩下的 能喝的水 扣掉 多少 0.75% 就0.75%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地球上的水 看似很多 真正能喝的 只有0.75% 而且大部分是地下水 OK 但是当你到处地下水 又到处地下水的问题 一点都没错 所以 所以他说 水资源本身 其实不是问题 包括地下水 其实是非常足够的 即便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只有0.75% 的状况 但问题会出现在于 人类的misuse 滥用 以及失败的管理 你在不乖 你不好好的去管理 超收地下水的工厂 你不好好去管理 浪费水的人 你不好好去管理 去减少 会大量耗水的产业 试着什么去分配它 或者让这些产业 能够怎么样更节省用水 循环用水 等等的话 包括我们在水的运送 过程当中 我们的水管 每次漏漏漏漏漏漏 对不对 真正可以送到 你的家家户户里面 完成它该被运用的 又是少之又少 是 所以大部分的人 会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经济学人说 把用水 视为基本的权利 而不是什么 必须付出代价 才能取得的资源 我们总觉得 政府要负责 所以也因为如此 在很多的国家 水的价格 政府没有办法用 市场里面 用市场的价格 来调整 来节约你的用水 我说我们可以调整 可是大家想 只要一调整一点 大部分人都在跳脚 所以我们几乎 没有办法用 以价来质量 没有说我们现在 很多中原阶级 包括我相信 听众朋友在内 都有这样的观念跟概念 但是其实往往在日常生活中 很难去控制自己 对啊 我先问你 我后来有一次是 好几年前 有一次比较是属于团体旅行 然后被分配到 跟另外一个朋友 住同一间 我才发现说 你刷牙的时候 水开不开着 开不开着 我从来不开着 我就是接完水之后 我就关着 当然啊 我发现 有人一直开着 我就一直觉得非常的焦虑 当他一直开着的时候 我后来就把他关掉 然后呢 我后来是 我忘记我是用什么 办开玩笑的方式 把他关掉 那之后我发现 他又开着 就是他可能以为是 我不小心碰到还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说 这次其实是人的习惯 他喜欢听着水声吗 他喜欢怎么样 上 尿尿尿 比较顺利吗 在瀑布边 刷牙 对 所以我会发现 其实很多家里面的生活习惯 有些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在做这件事情 是浪费水的事情 我知道有些 还有水手关灯这件事情也是 像我下来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我自己家里面 我一定是离开这个房间 我一定关这个房间的灯 但是有些人就习惯 他整个家里面 就是每一个房间灯都开着的 还有啊 其实更常见的 现在其实很多的 不管是公共区域 还是自己的家里 都有那种省水装置的马桶 对 大小便 要分开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乱样一通的 没有真的去研究 对不对 比如说你讲公共厕所里面 有那种两层 对不对 暗红色跟暗底下 哪一个是暗 暗大号那个暗小号 你有特别注意吗 对啊 所以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去注意的 反正就暗红色那个 就暗了就是 对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人 经济学人说 都是遇到干旱的时候 才明白水资源的重要性 OK 但是经济学人提醒我们 他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他说 现在全球 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大概是19亿人 生活在水资源 可能出现危机的地方 OK 而这四分之一人口当中 有73%是住在亚洲的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警信 尤其对我们亚洲人来说 所以意思是说亚洲的 缺水危机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亚洲到哪里啊 好 有几个 印度 都有啊 中国 几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 跟人口有直接的关系 对嘛 人口成长越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水资源跟 prosperity有关 越是繁荣 经济成长越快 用水的数量也会越惊人 很多中文阶级 突然变土豪之后 这个不止灰金如土 所以自然水更不会看在眼中 再来第三个 气候变迁 所以任何 会让你觉得极端气候 出现越频繁的地方 它其实水出现资源危机的 可能性也越高 那 其实在很多的国家 经济学院说 我们的水资源当中 最被大量 还不是民生使用 其实两个重要的源头 一个是农业使用 其实农业使用还是三大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个是工厂 工厂 的使用 但工程使用 其实远远还是不如农业 那农业占了70% 那农业的使用 未来要怎么去克服 因为它现在直接面对的危机是 为什么会说管理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很多的国家 比方说 没有好好去严惩 污染河川 破坏地下水 使用的业者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很多的河 它照理说 它其实水资源是丰富的 可是因为政府没有好去管理 很多河水本来可以喝 现在变成不能喝 很多的地方 它本来地下水是很丰沛的 但是它没有好去管理那些糟糕的工厂 关起门来 狂抽 地下水造成地层下陷等等的问题 这也是破坏水资源来源的很重要的凶手 但如果这个政府是不肖的政府 没有好去管理 它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开发中国家的政府 都有这样的问题 都对这样的业者睁一睁闭一睁眼 才造成很多地方的水资源 遭到严重的破坏到无法恢复的地步 那何止开发中国家 我们都自认为 虽然我们都自认为以开发国家 我们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超出地下水的状况 我们或是核酸污染状况 也经常还是 我们新闻关注的焦点不是吗 而且甚至还造成我们的高铁行进的路段 不是有塌陷的危机等等吗 OK好 所以这些问题显然的 不只是说比想象中的来得更迫在眉睫 而且近在眼前 在台湾同样面临这样的相关的问题 好 那所以在有些人口趋势 它必然会成长 或是说一些更文明的生活 大家总是非常的想望的状况底下 唯一能够寄望的就是政府 要拿出更有能力的管理方法来 我给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 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调到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来聊第二个话题 重要的话题 好 这是讲人口趋势 全球的人口趋势 是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推荐大家读的是 2月2号这一期的 International的栏目 底下的一篇非常长的文章 标题叫 A School 学校 For Small Families 为小家庭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新生人口越来越少 他这次谈的是教育与人口成长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人口在过去这半个世纪 疯狂的爆炸性成长 那根据联合国的预估 未来还会继续的大成长 对吧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未来生育率虽然会降低 但是平均数据又延长 所以全球人口呢 会从现在的77亿 左右到了公元2100年 会来到112亿 但这只是推估的一个平均中位数 平均数 其实联合国自己更仔细的数据是 100年是多久以后 80年 现在2019 差不多80年 刚讲的数据是 所以再增加个40亿左右 差不多 但这只是一个 一个概述 其实联合国自己也有 也知道这个概述的差距 会有一些落差 但是他有95%的信心 认为未来会从现在的77亿成长 总之会成长 到少则96亿 多则可能不只是112亿 而是132亿 132亿 所以这是联合国的预估 不过这个预估 跟我们台湾所感受到的 可能是完全很不一样 我们担心那是生的太爽 我们最近不是还有新闻说 我们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吗 这个搞得这个政府出来 否认说哪有哪有 因为通常来讲生育率低 可能会被认为说是 你这个环境 让大家很多人觉得不想生 不敢生 不只台湾 很多先进国家都是同样的状况 所以经济人这篇文章 其实又告诉我们 刚讲的是联合国的预估 但如果他的预估错了呢 如果错了的话 这个人口预估又失准 他其实对于我们未来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政策的制定 其实差别都会非常的大的 政策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一直就不会那么大爆炸 有可能 因为有学者他这边引述说 联合国的预估 很可能低估了 全球生育率下降的速度 是啊 比如说像台湾 过去当然 先进国家 是 他说过去当然非常快 但现在当然几乎所有的先进国家 都已经低于 出胜率都低于人口替代率的 OECD的平均 就是经济合作与开发组 这些先进国家 平均的生育率只有 替代率是1.7% 1.7% 远远低于替代率的2.1% 所以2.1% 当然现在比较高的还是穷国 例如像非洲 现在替代率都还是4.8 4.9%左右 但是 他替代率的计算就是说 再见一个人 跟他生出来的 就是我们 一男一女两个人 你总要生超过两个 才叫做 人口才能替代 为了才为止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要超过两个 因为可能会腰折 可能会出现意外 等等的 所以要2.1% OK 但实际上 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远远低于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 开发组国家是4点多 但是已开发国家是1点多 是 1.7而已 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的成员国 那现在比较大的问题都还是 不叫大的问题 就是人口疯狂的生的 都还是非洲 非洲 他这边取得像 泥日 一个女人平均生7个小孩 生7个小孩 那这篇文章其实很有意思 他就去访问 他说 他们为什么要生那么多 最好的答案 当然就直接问他们 所以他跑到泥日 跑到韩国去问 这两个极端的国家 因为泥日一个女人生7个 韩国一个女人生1个 那来台湾问也可以了 结果发现 在泥日 之所以他们生那么高 其实是有很有道理的 在他们那个社会环境里头 生产力 生产力 一定是第一个 没错 他说 其实刚刚他讲泥日那个 他不只生7 他只生了8个 只是一个夭折了 剩下的三男两女当中小的2岁 大的21岁 那对他来说 他说 小孩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很好的投资 如果用我们的角度来算 来看到 因为他经营学人说 他老公在农场工作 他自己在路边摆摊子 卖东西 所以那个小孩 长到5岁 就可以帮忙赚钱了 挑水啊 当壮丁啊 去卖东西啊 而且呢 在这些部落里面 男的是壮丁 女的就算 他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 他嫁人还可以换东西回来 换三头牛啊 换五蜘蛛啊 之类的 那个是另外的事情 但光是从 就小孩 生小孩这件事情 他说 生小孩对他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些过程中 你要知道 有些人可能会提早夭折 有些人会跑掉 有些孩子会 没用 所以 但剩下的 最后老年还可以来照顾你 更重要的是 在你老年之前 生小孩 在这样的社会里头 是可以提升你的自我价值的 通常在那样的社会 你小孩越多 人家越觉得 炸家族 对对对 所以相反的 相反的 如果是一个没有女 没有小孩的女人 没有小孩的太太 往往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OK 然后他说 在年龄的男性啊 他就问 你想要几个小孩 他说平均 你日男性 说结了婚要有 十二个小孩 哇那代表 是不是要两三个老婆 的意思就是 对他就说 接受经济学院访问的 这位 这位 那位妈妈 他说他老公啊 幸好他没钱 他如果有钱 他会娶更多的老婆 为他生更多的小孩 好 所以这是一种 但相反的 在韩国 或者在其他的新进国家 整个经济学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 刚刚讲的 你日小孩五岁 就可以开始赚钱 帮他赚钱 但是在韩国 他说 要养他到二十几岁 真的 真的 我相信很多父母亲 听了以后 真的觉得 欲哭无泪 对 所以 能养得起一个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所以他说 有些韩国女人 甚至说 Even one child is too many 真的 而且我觉得 现在要养的时间 像我们过去的时候 你可能养到 十八岁上大学 或者很多人 他可能那个高职 可能十五六岁 他开始可以出去 养活自己 现在常常 什么研究所 研毙啊 什么结了婚 有时候还住在家里 养到三十岁 可能还是要跟 原生家庭在一起 没错 没错 所以 倒过来看 就是这个 这个现象 要怎么去 去改变他 反而新一国家 新一国家 课题 但像非洲这样的国家 我们其实都 都觉得 他还是生太多了 也因为生太多 所以你们这些女性 很辛苦 他一辈子 几乎就 青春的岁月 就都在生小孩 对 相反的 应该接受更多的效益 应该去做更多 你想做的事情 投入生产 生产力才会提高 去立体才会更好 等等 但经济学院这篇文章 试图用这个点 来提醒我们 所以两相比较之后 发现 我们顺序可能弄错了 我们都说 应该让他少生之后 他才受更多的教育 做更多的事情 相反的经济学院说 如果这是对的话 应该倒过来 我们先让他 受更多的教育 他自然就会生得少 同意啊 同意啊 一直有这种说法 就是当你让孩子 去受教育之后 他可能对于自己 可能的发展性 跟女性 包括女性 他对他自主的 经济独立啦 生活独立啦 这种想望 他会说 原来有另外一种生活 而另外一种生活 他觉得是更有价值的 他就不会想要 重蹈覆辙 跟他的妈妈一样 跟他的外婆奶奶一样 过一样的人生 没错 所以教育可以让一个女孩子 首先有更多的选择 第二个 在经济上也不必 他仰赖丈夫 他可以自己独立生活 以及第三个 经过了20年的受教育 加上接下来的10年职场 延后生育的结果 会让他自然少子 自然少子 因为他可能也大概有10年的 可以生小孩的时间 所以很自然的小孩 生育率就不会这么高 所以一旦如此的话 那我们前面提到 联合国的预估 根据这个人口学家的估计 恐怕不会是这么多 可能最严重 不是最严重 就是最极端的状况 和可能到了2100年 人口不会是像联合国 所预估的成长那么快 相反的可能维持 跟今年差不多 这是最极端的状况 OK 那如果是差不多的话 会怎么样吗 大概增加个 我看首先这边手边的数字 他有担心说 如果增加不够多 会怎么样吗 其实也不会 主要是让我们重新理解 对不起 这边我找到这个数字了 他说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到了2075年 2075年 人口大概只会来到94亿 2100年 2100年 甚至可能只有89亿 甚至70亿人口 也说跟现在差不多 我想这个数字 可能来去看一下 它的内容 一个是总量 总量不变的话 如果说总量不变 比例也不变 OK 但如果说 它这个总量不变 里面是老人家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高龄化的关系 所以不具有生产力的 或者说相对来说 生产力比较薄弱的 去居多数的话 那整个确实是我有影响 所以换言之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联合国这个估计 是必须重新再调整的话 那也代表着 我们对于未来的 国家的经济 未来的生产力 未来的生产模式 都要重新再推估 因为我们不能再像现在一样 像过去一样 一直担心说 如果人口比别人少 我生产力就会不够 这么简单的推论 因为相反 你要知道 现在有新的科技 有更多的机器人可以服务 我们有更多的自动化 所以我们当人口更少的时候 不直接等于生产力的降低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题目 它很值得往下再讨论的原因 去细旧就是了 一方面可能生少的 可能要鼓励更多的生育率 但是如果说有些部分 可能无法鼓励的 或者有些部分希望它生太多 希望降低的 其实重点就在于 怎么样让这些人 人力 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 有不同的生产力 好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轩学金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这一次我们聊到的经济学人杂志 那第三篇呢 也是从另外 就是过去 没有谈到过的一些 内容来截取出来 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好玩的 台湾也曾经讨论过 这个类似的话题 但是后来无疾而终吧 算是无疾而终吧 就是所谓的迁都朝 把首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通常因为都会认为说 首都它是一个政经中心 尤其是政治中心 那所以很多资源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 拓展其他城市的资源 让它变成另外一个都心的话 通常都说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就把首都 迁到那个地方去好了 那OK 没错 接下来聊的这一篇是 刚刚我们上一篇才谈过了 4月6号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的 international栏目 底下的蛮有趣的一篇文章 谈的是国际迁都趋势吧 为什么因为最新的新闻是 刚当选不久的墨西哥总统 罗佩兹欧布拉多吧 他就主张说要把这个墨西哥原来首都 武装政府的办公分别拆散搬到全墨西哥30个不同的城市 哇 这个也太化种为零了吧 不只是迁都了 而是拆都了 真的 好 那其实不只是墨西哥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正在进行中的 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例如韩国 韩国已经三分之二的公务员 从首尔搬到了市中自治市 市中 其实同样的 马西亚在1999年开始也成立那个叫Puchijaya 也是慢慢把公务员从原本的市中心 搬到这个一个新开发的区域去了 丹麦也是从2015年开始 把公务员公务部门渐渐的从首都往外移 挪威也是2006年开始 从欧斯拉慢慢的迁到不同的地方去 为什么会有这股现象 当然首先跟高级有关 过去通讯不变 所以政府部门靠得越近越好 挤得越近越好 但现在很方便 通讯那么方便 还可以视讯 以后还可以虚拟实境 真的 虚拟实境 扩增实境 没错 再来当然跟交通的方便有关 另外迁都还有几个很具体的好处 包括第一个 从政府安全的角度来看 恐怖攻击的风险也不至于太严重 不至于 所以一旦遭受到攻击 就整个国家瘫痪 都会瘫痪 再来第二个 远离理论上 就远离传统的政治核心 也可以某种程度的改变政府文化 OK 这有点像梦宏三千的原道理 这样子 你长期在这里盘踞 所有的地头势力也就在这里 但相反的 你如果把它拉出去 全部早春后不早点 是这个意思吧 问题是现在很多东西需要 那也是一样 透过通讯不就 不只啊 对 而且他们通常真的有利可图 这些说客也会跟着去啊 对啊 不过就很多政府所说出来的理由 有三个是非常明确的啦 首先第一个 是要改善公务员的生物品质 因为都市太拥挤了 再来同时也是同时顺便解决了 都市太拥挤的问题 就包括台湾所提出的主张 通常也是很包含这一点在内 再来就是一个 重哪里清哪里啦 对不对 比如说重北清南 那所以你一方面 可以让北部 城乡平衡 对对对 稍微的减压一点 然后又可以让其他地方 更加繁荣 一点都没错 但第三个就是省钱 因为都会地区薪资啊 房租各方面一些 都是比较贵的 其实是 对 不过经济学人就说 以上这三个主张 通常都很少 真的能够落实跟实现的 我真的想问 那所以譬如就马来西亚来说 你刚因为举到一个马来西亚 你们搬了那个首都之后 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有达成当初的愿望吗 就让首都的一些问题 本来讲到的问题 因此而减轻 然后让另外一个城市 因此而繁荣吗 有一些是不得不就跟得去 其实还是有很多 他在那边有几说 有一些国家的公务员 我如果没有记错 指的是像韩国 当一旦迁都 他讲了德国 不同的国家 他说迁都之后 有些公务员就不想去了 我就不跟得去 我就找别的工作去了 这是一个 再来第二个 真的要搬去 其实你的整个social life 都会受了影响 就除非 没错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跟得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有一个人去 你的生活品质 不等于会直接被改善 但是他可以换一批人 去当公务员员 是一点都没错 对不对 所以换一批公务员 这其实也是有 有一带动当地经济 也懂得没错 这也正是金选人要提醒我们的 这个迁都潮 他之所以重要 也值得讨论 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带动经济 为什么 因为政府走到哪里 民间就会跟 英国跟德国的数据都显示 当这个地方的公务员 每增加100个职位 他可以在民间部门 创造55个聚位机会 所以这两个相加 就是100多个聚位机会 在这个新的落脚的城市当中 再来第二个 透过把不同的政府部门 放到不同的城市 其实也有机会 帮助这个城市建立特色 其中最典型的成功的例子之一 是1946年 美国决定把疾病管制局 落脚在亚特兰大 这其实也是改变亚特兰大 命运的很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现在成为了 美国很重要的医疗保健 特色的城市 我说我印象中 亚特兰大是CNN吧 CNN 对我们学媒体人来说是这样子 可口可乐 真的还有可口可乐 其实这几个都是相关的 当然迁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那么容易 好不好 比如说如果这个地方真的太小 太穷 人才也不容易来 再来第二个 要迁都说的简单 但迁到哪里 你要迁到大城市 还是小城市呢 你要迁到交通方 因为大城市有它的道理 交通方便环境好 人才比较愿意来 人才也比较多 但是再来小城市就永远没机会 但是以前的小城 就有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两难 对了 就是说有它可能的一个效益在 但是要达到这个效益呢 其实要做好非常多的准备了 好我们学学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薰学金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经济学人杂志 好我们最后要聊一个话题呢 蛮有意思的 运动跟脑部受伤 事实上是有关联的 什么样运动啊 会伤害脑部的运动 滑手机 OK 这篇文章是出现在 1月26号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的国际栏目 谈的是运动中的脑部受伤的问题 因为讲了运动受伤 一般都是骨折啦 就是这些肢脂上的伤害 但其实脑部的受伤 长期受到忽略 那经济学人认为这是一个big worry 很大的一个忧心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脑部受伤 当下你可能没有感觉 或者甚至不会直接诊断出来 而是到往后给你造成的影响 甚至到你死后才被诊断出来 最有名 我想如果听众朋友都会知道 所谓的CTE 叫做慢性创伤性的脑病 它会在你受伤之后 直到你死去这段时间 慢慢造成你的记忆丧失 忧郁症等等 你这样讲 我想起我前段时间 看了一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它就在探讨这个事情 它是真实事件改编 它是讲到说美国的一些 因为你知道美式足球 是那种撞来撞去的那种 他们就有几个 美国的职业 这个美式足球员 他们后来发现 就是他们退休 比如他们提早退休 他们退休过后 那就是死于 就很早就过世 然后死于一些很奇怪的病 他们就有人 等于是踢爆这样的事情 但是当初 美国国家相关的单位 他们却隐匿或者不承认 说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们的 这个运动行业所造成的 后来还引起了很多的 就是诉讼啊 或是一些相关的控诉 这篇文章其实讲的最 最最最常发生这种 脑部创伤的运动 一个当然就是美式足球 真的是那个吗 2017年一个很惊人的报告 说111名死于 这个死亡的这个 美式足球职业的这个球员 当中有110位 被诊断出是慢性创伤性脑病 几乎全部都是 当然这个样本不准了 因为他都是家属主动 去接受检验的 但经营学院这边 他说专家推估 大概20%到45%的职业 足球员都有这样的症状 而在英国也差不多 他说英国发现 40岁到65岁的这个前 或者应该已经退休了 英式足球的球员 在认知能力上 明显的不如同年龄的 其他的人 之所以会如此 主要是因为 我们脑部的发育 其实一直到20几岁 才叫做整个完全 所以在这之前 你的受伤都会特别的敏感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是我谈这篇文章 很重要的原因提醒一下 在美国其实已经规定了 11岁以下的足球比赛 规则里头 禁止用头顶球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 还有很多人在踢足球 当然是在用头顶的 这个是不行的 在美国11岁以下 不可以用头 其实所以意思是说 你就算11岁以上 其实都尽量避免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很酷 这是我很厉害 用头顶球 在看比赛 这样子 不 他其实对你脑部 所可能造成的伤害 可能是非常的严重的 而且这些运动 在很多国家事实上 是有点让你飞黄腾 能打的敲门砖一样 足球精通 美式足球的生活 运动员的生活 但事实上 他们原来会付出 这么惨痛的代价 更不用说 有样学样的小朋友了 没错 11岁以下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对台湾 其实很多小朋友 也很喜欢运动 我觉得很棒 在户外运动 但是 好好保护你孩子的头 对 不要用头 带个钢盔吧 之类的 OK 好 非常谢谢沈云冲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